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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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楊宗漢 是台北文學季的經營的其中主持人 我們這次的2017台北文學季很高興跟貴在午後再度相遇 每年的3、4、5月的台北文學季是台北文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盛會 在這裡面我們很希望,就是我個人的事比較興趣 所以希望你安排詩的活動 這個禮拜,剛好禮拜六日都是跟詩有關 也是很詩的午後,就是今天兩位詩人 然後明天又有三位詩人對談 那整個台北文學季都會看我們的總標題叫做 從前到以後,所以其實是有一點詩帶的味道 但這個詩帶不代表另外一個人老不詩 另外一個是我們心中的詩神等級的詩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年輕人做得跟他對話 我們希望做這個方式,可是其實是非常平等的 而且是這次特別的主題叫做,當我翻開你的詩 其實對對方的印象,對對方的創作的一些看法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大家可以注意到,各位主要有一本手冊 對文學季的手冊 那一次的對談,每一組都是從來沒有對談過的組合 我們也不知道會唱什麼火花 因為沒有那麼的預先的說,你要怎麼做 沒有這樣談 我們希望會有一個不同的刺激,不同的影響 讓文學季有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在世代之外,在對話之外呢 我歡迎各位提出一些問題,因為我們最後會留下20分鐘左右 讓各位提問 帶來跟各位講,我們這次會有做特別的贈品 是我們的文學書包 到時候我們會讓提問的前幾位的朋友們 會有這個贈品,待會再做紀念 那我現在簡單介紹兩位我們的詩人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不過一例還是要說明一下 第一位呢是我們的博士成羅老師 羅老師是我們的,說師祖也不為過 他教過洛宜君,洛宜君教過我 雖然是我們的詩祖廢,你剛剛年紀其實沒有那麼大 但是很早就非常著名的詩人 他的朋友叫羅某,我們不敢這樣叫 我們叫他教皇 因為很早之前就有人用評論的報告說 我們說他是宇宙中的教皇一樣的 詩神一般的人物 這樣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詩人之外 也是很棒的創意人 各位他的公職生涯的經歷也非常豐富 我翻過電台台長,也翻過旅遊雜誌 也翻過出版社 還在海外工作過 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工作過 是非常特別的 他只是在出世一路之間做得非常平衡的詩人 那羅老師的作作太多了 可是這個因為很多 所以就不易介紹 可是各位可以在會後呢 我們外面現場有提供八五的優惠 有羅老師的新作 然後就可以來跟老師來做互動籍簽名 那第二位詩人是我們玉佳佬一家 歡迎玉佬 玉佬大概是我們現在所謂的七年級詩人 最被受到重視的一位 尤其是他每次辦發表會 我看出版社 我看的照片 兩三百人非常驚人 哇!現在詩這麼出版 那麼順便的年代裡面 還有詩人出書 引到那麼大的討論 這麼多人的討論 其實很不容易 但玉佬對整個公民運動 社會運動參與非常深 我覺得這點滿讓我佩服 我們這一代六年級世代 其實相對的研究比較缺弱一點 七年級世代他們站得非常前面 然後對這個社會議題的發聲 從來不勸諾這點是非常棒的 他本身的實業是一個財經的記者 他的專業 你是新聞系畢業的 對不對 可是在創作這一塊 從來沒有捨棄掉 也是很巧妙在工作 以及他的心意之間 保存很微妙平衡 我想我們就讓兩位來談一談 他們自己的創作 也談一談他們對對方的印象 我們再次掌聲歡迎兩位 謝謝 我是還蠻常出席各種講座或座談的場合 今天我算是比較緊張一點點 因為我每次都是閉著眼睛看我的東西 儒鼠家人或什麼 我很少針對特定其他的詩人 因為自戀者有時候會這個樣子 但其實也不進來 跟我同一世代人當然很多 我大概也可以閉著眼睛談下雨 或者閉著眼睛談楊哲或者是誰的 因為那個儒鼠家真的是 好像我們那個年紀稍微差得多一點點 可是我們一講就是說 大概他這個世代時代我算是非常少認識 那可能也是因為住宿的關係 寶瓶因為寶瓶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學書館社 那他特別挑了幾個風格性很強的 那然後就是在我們那時候來講 是比較年輕世代的那個詩人 那我真的是從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一開始他是很容易一下身邊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自然上性多的不太多 那然後他平時也跟我一樣都很難寫 筆劃很多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說 我是會用我自己的大概一種想像來想像他 那其實有一段時間真的是這樣 那時候我都沒有見過他 那我只看了最主要是看了韋國物資 那那個時候真的其實他的物資美學跟我算是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我真的很有驚豔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還是忍不住要講就是 後來大家是有些作品模式陸陸續看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後來認識的那個羅伊加跟 我在韋國物資認識的羅伊加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不太曉得這是位置吧 是不是因為 當然是我認得有幾個人有這樣的特點 那我簡單的講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可能甚至有兩個羅伊加 一個是比較早年的 那甚至是比較純粹的 是創作者的羅伊加 一個是比較可能是比較惋惜的 放得更開 那然後覺得要更勇敢的探索自己的 各種可能的羅伊加 那其實在這種作風上面我覺得 我印象中其實比較深的事實上是陳克華 那我印象中也是有兩個陳克華 一個是寫非常優美的琴詩的 那琴詩那可是寫最好的一個陳克華 另外一個就是我每次講就是 我當著他們講就是 他們有種無辜的想冒犯別人 把別人觸目的那種特質的陳克華 那他後來也是這樣對不對 他後來也是這樣他什麼都完了 然後哇就是他也是非常努力想探索自己 那當然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呈現在文字上也會有兩種不同的風格 那我印象中最深的還是就是 韋波子的這個羅伊加 他的特點是 如果你們有機會看的話 我一直覺得這本詩集 也是我少數看到的就一本詩集 可是有非常足夠的分量 那他的獨牆上我發現還蠻愛心 他有幾個比較大的特點 那第一個 這本詩集的跟他那個氣圖很大 我開始看的時候我就哇 我是其實有偷偷在挑戰一些事情 但是我都不敢真的講出來 可是他直接就叫博物字 你知道嗎 就叫什麼 他在什麼時候都要談 但他當然也曉得這樣 所以他趕快在前面加一個位這個字 你曉得嗎 但是我跟你講那個偽字本身就是很虛偽的 就他只是想說 我是假裝我不是很認真或很當正的 可是其實心裡頭還是很當正的 所以你可以看他在寫的時候 他透過了等於是對那個整個 世界裡有幾個面向 從那種 簡單講就從那個礦物植物 動物人物這樣子 有點重感覺 歸類 然後分成幾個大的範疇 那他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當然就是 就是我不覺得他一開始是真的就是一定要這樣做 可是後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就得讓這個架構看起來很周延 那架構很周延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你為了讓他周延 所以會有棘手師或主題 你得牽牆地把它補起來 否則你會看起來就不平衡 你可能會礦物的特別多 植物的特別少或什麼的 會有這種狀況 我以前也會這個樣子 但是其實這樣的話 我就發現到他的幾個特點就是 其實這種東西非常難寫的地方在哪裡 而且我是覺得他其實充分的表現出 有些詩作品只有在年輕的時候做得到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要用得很大的力氣 你要用到什麼大的力氣 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我其實創作都有點 有點自我表現跟自我宣稱 那通常我們都會有一兩個作品 我們急著讓人家想到我們有多厲害 也就是說 基本上在真正的生活當中 跟在真正的表達當中 我們其實是不需要全部除喜的 不會說人家說我想來看一個 就是看一本書 或看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但是這個機會是如此難得 所以當你問我的時候 我想想說那你要不要知道我其他對其他事情的看法 還有對其他的事情的本事等等 那所以我就常會在每一首詩或每個作品 都會有很多很多的力氣在上面 其實我的光之書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 因為我不曉得聞到說 這一輩子會出幾本書 所以總是在最前面的一、兩分裡頭有一本 我要希望說萬一哪天我死掉的話 我們要確定說 我能力跟潛力跟才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至少也在一本書裡 會有文字上面的一個印證的感覺 我覺得我博物資就有這種感覺 那它真的有點難是 就是說 其實你要去扯礦物 你要去扯植物 但我都想這不是真正的重點 因為每件事情都只是我們對另外一個世界觀 或者是對某種情緒或情感的一個表達 那它只是一個歸類 它只是一個意向的歸類 它只是一個切入你的歸類 有些情緒、有些感覺 我覺得適合用這種礦物來提供你 那但是 不管這樣就是你從礦物也好 從植物也好 甚至從人物也好 要到 要扯到跟自己的內心裡頭 最精緻優惡的感覺要有聯繫 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要真的就是要帶到讓讀者去感覺到 你所寫的那種感覺 它們已經很複雜了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讓他覺得你不是很牽強 所以你要用的這個感覺 你所用的意向 就是你要用的材料 文字的材料就是可以用的材料 例如說 我要寫一首 情詩 那我決定是在礦物的這個部分來寫情詩 還是在植物的時候來寫情詩 就代表說 我到底是要用木頭來建構我的這個情詩的建築物 還是要我用石頭來建構我的情詩的建築物 那你不能用別的材料 因為你用別的材料的話 你的分類跟你的意向的選擇 就失去意義 所以你就在那個材料裡頭找到 你要用這個材料的理由 讓大家覺得 哇 你這樣的房子 這樣的情感的建築物 真的恰巧就只適合用某種礦石 或是恰巧就只適合用某種植物 所以它是有多重的一種挑戰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到最後它得形成說服力 就說 這樣就最貼切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是有很大的難度 可是就是 羅伊家在那個尾波之裡頭 其實真的處理得很好 我就看 每一首詩都讓我們有那種感覺 當我看到其中有一首詩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是很適合用這種 在絲板上刻下來的一首詩 那那一首詩就很可能是在 可能是那種就是 花裡頭種出來的 用花邊出來的一首詩 那或者是兼無藝人 他用他的表演表達出來一首詩 那整個來講我是覺得 在那個時候其實他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覺得這個是 就是所謂的基本功 就是一出手 非常華麗 非常的 甚至繽紛 那當然這些東西都必須有一個非常 熱情的一個創作主體來支撐這些事情 那到後期的時候 我去看他的東西就比較陸陸續續 而且有時候不是從此詩 有時候是透過照片或透過你的行動 或是透過你的表達 因為他玩的東西很多了 那他的語言呢當然也放得更開 可是就是 就是應該這樣講就是 對後期來講他其實 詩有時候就變得不是最主要你要呈現的東西 其實後期的時候你呈現世上的語言 因為你已經按耐不住了 你其實就要想你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的文字就少掉了所謂的一種 虛角的裝飾性格 或者是少掉一些什麼東西 那對一個不了解的真正的一個作者來講 其實前面的東西是比較有說服你的 因為我讀很多作者 並不是都先能有機會去認識這個人 那所以就是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遇到他呈現了一種 就是一種 多重面貌的感覺 其實這樣的事實其實不太多 我也算是一個比較多重面貌的感覺 但是我那個 一直謹守的一種東西就是說 我每樣東西都是 只用我的這種風格 你知道嗎 我用我這種風格去做所有的事情 那 那 其實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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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應該也是有他的風格 但很可能是屬於後期的這種風格了 而不會比較不是早期的這種風格 對不對 那 就是 但整個來講的話 我還是得講就是說 那我兩位比較接近的這樣 我是覺得 在早期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有比較大的共鳴跟經驗的感覺 其實還是一樣事情 應該當然就是所有的 我最喜歡講的就是 我的文字 想去處理那個 我意識別年的事情 我们比较不去追求所谓的那种 简单的美学 美学并不是说有难易之分 并不代表有高下之分 但是我的直觉 至少我那个时候的定位就是说 有些简单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做吧 我就可能就要想去处理比较难的事情 那什么叫简单什么叫难呢 其实很难讲说是 有事情是简单很有难 所以我唯一比较难看到就是 看你所使用的诗在语法 因为你要处理比较复杂的情绪 或者是就是观神经验地表达的话 其实有一种是你可以用比较简单 简单的语句可以创造出节奏感 所以通常一首诗有很明显很漂亮的节奏感 它就是比较好处理 那比较隆常的语句有比较就是 复杂的那种节奏的表达 但重点就是因为 它常常也不是为了解奏感 它常常事实上是为了 就是它想在一句话里头 就可以很周延地 透过多异性跟多指涉 甚至多角度 来传达一些信息 那这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 有时候有种人就是 他会在一本书里头 就想把所有的事情讲完 或者想在一首诗里头 就想把所有的优点跟特点跟风格表现到 或者有时候就用一句话 就想把他所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塞进去 那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比较曲折的语法 那曲折的语法里头 当然我可以看到有几个写诗的人 是比较有这种做法的 那早年的我是很严重的 所以有些人是很想玩我那种语法 那简单讲就是说 此刻我坐在一个 略代的春天的萧瑟之感 但又蕴含着夏天的 燥热的蠢动的 某个冷清的 午后的什么什么地方 就其实这一串可以用一段话来讲 但是那不可恶 我们这种表达方式 因为我们的思想在进行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很曲折的 自我矛盾的这种方式讲的 那我们舍不得把这种思考的原貌 去把它简化掉 所以就会用这种讲法 那在前面诗的语法 其实杨牧是带着一点点这样吊吊的 那然后洛夫跟亚璇也带着这种 所以现代主意者 比较会带着我们的吊吊 他让人家读起来很痴连 神经会崩得很紧 因为你的大脑的续航力得跟着这个来走 你知道吗 如果说 这时刻我觉得很无聊 大家就 几个字 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因为你已经把它举着看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松了一口气 那每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 每一句话 你都得到了一个可以踩 脚可以踩的一个地方 那你就一步一步踩过去 你就会很轻松 但是你遇到那种就是 好吧 我随便举个句子看看 就是 我害羞 他可能就是如果遇到这种痣 而沙虫四处落下 扶持药草之前先留住了死 没人知道谁在我们当中 且对时间免疫 有什么让我们直视 池子在暗头发着夜光 冰冷的焦灼的 开着网络 如果一个伤口像平岩上突然浮现的湖泊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就是 其实第一个你会在阅读的时候 当你阅读的时候就得屏住呼吸 那你就看你的气可以屏住多长 可以跌多久 另外一个就是说画面 因为它是一个异象的堆叠 跟那个就是 就是引爆一个引爆一个异象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画面是通常是属于那种公笔的 或者是比较写实的 但是很多就是反复的画面那种影像 所以它来的时候 它成员性形象自然就很多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一个画面 不是那种就是用线条 画个简单的东西的那种 属于示意图 它事实上是一种更接近就是 我称作为就是 灵魂的公笔写实的这种要拿方式 那我觉得在这一部分我是蛮接近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那另外当然就是主题 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语法 你怎么可能让它 就是将就在一个小小的主题上 就把它解决掉呢 所以你就不会去处理那种很简单的事情 不会说只处理一个 我爱你这种简单的事情 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情词 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对象 因为太可惜了 我情词通常是 因为写给一个特定的人的同时 我又附在想写给全世界 因为我们的爱情不能那么的廉价 因为我们的爱情不能那么的廉价 就一直给一个特定的简单的对象 我一定是要给一半的文明 跟一半的人类 再加上给一半的可能是什么 诸罗记或者是什么那个 林一般时空的神圣 对 这个东西就是称出的 因为那个是所谓的一种 所谓的 不同的诗 诗人对诗有不同的想像 但他对生活的那个 就是他所想 追求的美学跟美感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个 就是 就是比较早年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我比较可以 就是 就是共鸣的话 因为我们有蛮接近那种心智的 心智的那种 就是 基因的 那后期的话 其实是比较远一点点 那最主要的原因 事实上因为 我觉得余强是因为 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为你出位的关系 反正就 这件事情都已经可以 呈现了 所以你有一种 就是让你的 你必须让你的 人变得更鲜明 巨大 那然后甚至更经得起 摧残 或者是经得起 注释 所以就是 你在后期的时候 其实你建构的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自我的形象 这比较多一点点 那所有的文字 只是他建构的各种材料的一环 那我那个世代人 因为我们就是 文字为主 我们文字为主 为什么因为我们 我们不敢让自己跑那么前面 我们都可以靠一个卫庄的身份 或者是一个卫庄的作者 或者是一个卫庄的主题 那我是想偷偷地伟大 但是 我自己会将它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样子 当然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就先稍微 就提到一下 因为 跟各位 陈世招来 就是在今天之前 我几乎没有跟他 有过一次的 有过超过三十秒钟的对话 没有 在之前都是 完全 我好像只通过他的文字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 来跟他进对话 其实很爱说 那个罗斯辰老师是我 怎么讲 算是一个文学琴 是 毕竟我高中之后 那个时候开始接触 开始接触诗的时候 就读 罗斯辰老师的光之书 情节之书 那个时候是刚 重新出版嘛 大概在1997 199819那一阵子 那 当时做一个 小毛头 一个1567岁 一个小毛头 我就觉得说 怎么有人可以把诗写成这样 就是 他把世界都写完 那我们要写什么 然后当时 其实一开始写诗 人一开始写诗 大概都是很简单的一些 那种情绪上的冲动吧 大概就是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你爱我 然后那个爱会 越来越大 然后你越来越爱对方 越来越爱自己 然后你越来越爱这个世界 然后你去把爱 然后你去投射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时空 另外一个场景 另外一个 这个比较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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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就是那个 所以其实 当时来读诺是很老色素的时候 你知道我 那一开始讲说他很紧张 我想说天啊 我才紧张好吗 他就是 我穿在那里去的时候 很像小朋友 一样 然后老师在讲话 然后小朋友在缩在这里 这样 所以其实 作品这件事情 我觉得诗人 其实 这个行当 它在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世代 就是诗人这个行当 其实当中 会有一个传承的脉络在里面 然后 呃 其实我之前也碰过夏雨 然后他说 他读了我说 啊 你的诗像罗志诚 就是我很早期 最最早期的一批作品 然后 后来碰到那个 杨哲老师 然后杨哲说 啊 你读起来像夏雨 然后谁谁谁就说 罗志诚在某个时期 看起来像谁 这样子 那其实其实我觉得 那个这个汇流的时候 就是当时你一开始阅读 你一开始阅读 你一开始写作 当然会朝着你自己所喜欢 你所倾心的 像《光之书》那个 《光是一切的情缘》的 像《创世纪》 《光是一切的情缘》的 那个想象出去 开展出去的那个 那个东西 我觉得《光之书》 其实对我来说 是我创作的 很重要的 触媒 然后 呃 他对于我的创作世界 应该说我的创作世界观来讲 就是 因为一切是从零开始 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 然后 在 一百五十一年之间 就是扩张到无限大 时空无限的扩张 然后 呃 居然有一本诗集 就这样子 这么稳当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看科普 我是一个其实就是 就是 我是不是很喜欢科普 就是 就是 学无数的人啊 就是那种上课都没认真上 但是就是这里碰一点 那里碰一点 这里碰一点 那里碰一点 你知道 然后 所以就很喜欢把各种知识跟 理性的知识 然后 博物学的概念 然后 呃 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原来 文学可以是这个样子 就是 他其实 不是在描述一件事情 而是在描述一个状态 然后 那个状态其实是变动的 扩张的 然后可以 激进 凝聚像黑洞一样 但是他也可以像光一样 是无限的 往外奔走的 然后 然后 呃 就这样 过了几年 我其实自己写嘛 然后 症老师 他一直都是我们的教皇 然后 大家看到他都很敬畏 然后 其实 没有跟他有过太多个人的 接触 但是他的 宝宝 他的 他的 各种称谓 然后 其实也变成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常常会试图去 假借这个 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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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这个概念 然后去对之书情 对之 论语 对之投射 对之 做任何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写作的状态其实是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 垫底 他可能不是自愿的啦 但是大家都 就是从他那里拿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 各自的发想出了 各种东西这样 然后其实我 我从高中那时候开始写作就是 其实一开始写作就很单纯嘛 就是 写失恋 然后写什么 然后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同志 然后 当时 当然 谈恋爱并不是非常顺利嘛 各种天目地目的恋爱就是 就写嘛 就是 恋爱的就写 失恋的也写 恋爱的就写 失恋的也写 然后就这样子断断去去 然后写各种东西 然后写各种各种社会不满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人被欺负 为什么会有人被 因为霸凌而死 然后 为什么会有人 因为 只是因为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就 就不配得到同样的权利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室里面 它埋藏着很多东西 然后 我去消化它 然后 从一开始那种很混沌不安 然后 一直想要去追寻 光之书里面的那种 纯粹的状态 就是我一直在追逐那个 感性的边缘 那种 到底 那个心碎的感觉 是什么 我该如何用文字 来抓住那种 文字没有办法序述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诗它就是一种 其实我 这样讲好了 我其实超讨厌 超痛恨那个 国高中课本 那个在 国文课本里面 都会给作者 跟作品一个什么 体解啊 就是 赏息啦 就是赏息 就是它硬是要用一个 两百字的 什么东西 然后去 去解释说 这个作品说了什么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诗它在 读的时候 你 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或者说 其实写的时候 你只是想要逼近那个状态 然后大家请上 国中理化课的时候也知道 就是那个 在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考试的时候 都有说 某个实验 然后里面有一个理想 在理想状态下 然后所谓的在理想状态就是 不存在的状态 因为理想状态是一个 是一个不存在的状态嘛 就是因为总是会有不同的 有关系状态 各种主规方案条件的限制等等 所以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 其实写诗也就是在那种 你碰触到自己内心的什么之后 你跟这个世界冲撞之后 产出的那些东西 那些碎屑 然后你想要抓住它 但是它其实仍然消失了 或者是它正在慢慢的沉淀堆积 然后这个世界把你变成一个怎样的大人 这些过程当中那种 各种被碾压的感觉 然后从真空到 从一个真空的状态 到一个黑色的状态 到充满了光的状态 到从高中到现在的我 这种各种过程 就是你永远想要抓住一些东西 但是你永远抓不住 然后写诗 然后恋爱想到爱情 爱的人写诗 失恋想到爱的人写诗 然后那些东西其实是它 它对我来说 它并不是一个成品 而永远只是记录着 那个往意识边境 航行的过程 然后它可能只是一个切片 它把这个无垠的无维度的时空 然后切下来一片东西放在那里 然后你抽出来 然后那些作品就是在 成 它们被并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立体的图像 对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 这一个理会 我其实老实讲就是从情景之书里面 就是当时罗志成老师就是 什么什么之书 什么什么之书 然后我就想说 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过就是 因为我把老师的书就是在书架上 一排一排这样 所以没有带回来 就是现在都放在宜兰 所以就放在宜兰 那个书架上 一排罗志成这样 然后那个都是什么之书 什么之书 然后那样子的一个书架的状态 其实它的物理 就是当你看着那个书架 其实你就知道 你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 他留下的东西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的 那我呢 就永远你会 你会回去问一个问题 那我自己呢 那我就回去看我自己写的作品 其实也变成说 我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作品 留下的是写下那些作品 当时的我自己 所以其实我在认识我自己的时候 就是透过作品本身去认识我自己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转变 直到我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 直到我把这些 直到我回顾过去两三年 四五年 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事情 然后 在每一次那种 试图捕捉 试图凌结 试图变一个魔法 把东西抓下来的 像巨人抓下的鸽子的那种 瞬间的努力之后 当然努力完你就放空了 然后就睡一觉 明天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然后 就这样日子过了一 自负一日的过了 然后 输出了以后 其实很慢慢发现说 诶 这些东西确实是有被留下来的 然后 光它一直都在 世界不断的在扩张 然后世界不断的在改变 当然我们对社会有一些 就是刚刚志尚老师也讲到说 我后期的作品放得比较开 然后 确实我其实也对 我其实一直 在某个事情 我对于那个文字的经验 练金术这件事情 是非常着迷与执着的 然后 那当然就是为博物质这一段作品 那在那之后 因为时间关系 时空环境的改变 台湾在2014年 这三一八大学运的那一阵子 其实我 我已经在上班了 我刚好处在一个 就是上班没几年 然后 离开学校没几年 然后上班了一阵子 然后还是一个诗人的 种种身份 然后去做了一个财经记者 然后当时我在跑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然后 种种身份的 他们之间 各种汉格 然后 台湾的 中国的 然后我有一个香港的男朋友 然后 种种汉格之间 其实 你会觉得说 那就算你把文字 对我自己来演 就是 就算你把文字练到了 让天使在针尖上面跳 那它能改变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就 在我自己内心就跑出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 如何用文字改变世界 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我后来 比较 关注的主题 对 那 其实我 我觉得年轻时代 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对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各种不满啊 然后 就是好像 无奈 然后 在社会运动 大家就是冲啊 然后冲完 其实 每次游行完 冲撞完 然后礼拜一就回去上班 这种状态其实是 嗯 他在某种程度上 把我们塑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大人 就是 其实这个 这个问题我也自己一直在思考 就是 嗯 其实在魏博物之后 魏博物之后 我就出了一本诗集 就是我 我整词地设立 像那天 然后 当时那个 李文晶 他就 他就说其实 也是他看出来 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想 他就说 我那本诗集他的接力气很强 就是 完全已经走到 社会里面去 就是没有那种 讲不久的力 对对对 没有那种 就是 他说 你是不是放弃那种纯粹 然后我说 我不知道 对 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有那种 我想要追求纯粹 但是我也想要 想到这个世界来源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 可能是世代之间 然后 洗干净是为了把它弄脏 还是说你 怕陆就不要进厨房 还是 就是 那个中间是有什么冲突的吧 还是说有什么矛盾的吧 其实是没有 就是 文字 其实文字跟文学 它就是一个工具 你拿它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想要拿它追求 纯粹的美感 它就可以为你服务 你想拿它来改变世界 它也可以为你服务 那我觉得就是这两种 心情跟这两种作品 闭嘴是一点都互相冲突的 那也许在我来讲的话 大概因为我把它是 把它圈得再更紧一点点 所以我 其实我还是一样 因为我也是一样 在大众传播 这个工作也超过了 差不多30年了 就是整天玩什么 不管是杂志也好 报纸也好 网播 电视 大概都玩过了 那也是一直在用文字 但是只要跟诗语玩的时候 我就 大概就只让诗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别的事情我可能会用 别人 别的文体 或者是 对啊 甚至包括什么去 学习评论都有可能 我把它做得比较大的区画 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刚才就注意到一件 就讲到纯粹度的 纯粹性这些事情 的确 因为也讲到光之书 光之书其实 对 光之书是我的第二诗诗集 那 他出版的时候 是刚好我大学毕业以后出版的 所以他整个来讲 事实上是我大学的时候 作品的真理 但是啊 我在大学的时候 除了在写这东西 我还自己在应付我高中的时候 的很多资料 就是 因为我们来说 我有种讲法就是说 每次我创作的时候都很怕 就是 灵魂没有完整的出息 所以也就是说 我会把过去紧紧记在旁边 那类似是那种感觉 那观众来说 光之书里头呢 后来我再看一看 我就发现就是 我之后所写的 所有的风格 形式跟主题 大概在光之书都有了 那我属于哲学式的啦 宝宝之书也在里头也有了啦 那然后什么那种 异教图式的那种也有了 那然后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几个主题 例如说 其实我正在里头谈了 孤独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那时候有一种讲法就是说 其实我在自己在光之书里头 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是我在序里头讲的 就是说 我觉得 那时候你想想看 我那时代还不大 对不对 我的大学时代 我说 第一个我发现 我觉得我的性格 一点都不适合写诗 好臭屁喔 真的就是我 性格不适合写诗 那这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不适合写诗 那写诗指的是什么 当然就指的说 如果说写诗是 像那个时候的 大部分的人写的那种诗的话 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他距离很远的 也许你要用非常浪漫的语法啦 或是要讲到 就是一些特殊的 一些情境或什么 或者 可是我那时真的也是很杂 所以 我刚才讲的是 上半句话以后 我觉得我的性格 一点都不适合写诗 那我的下半句话讲说 所以我必须 去为我的性格 创造出适合我的诗 那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也是我得出第二个世界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不打算照 那个时候的其他的前辈诗 或他们写作的方法 所以我就一直在抓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其实也就是我一直觉得 其实写诗 不管你在怎么样子 我一直觉得 我算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诚实在哪些事情上 就我把三件事情是等同的 就是你的思考语言 就是你的生活的语言 你的生活语言就是你的创作的语言 那我觉得我在电影上算是蛮接近的 我是怎么样想的 大概我又怎么样讲 那我怎么样讲的 大概就怎么样写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可能看着我就觉得怪怪的 搞不好在现实生活里头 人家觉得我格格不入 或是我讲话人家听不懂 或是也有可能 但是这就一直是 是我的一个腔调跟风格 那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发现 有一个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 在诗里头 其实要写一首好诗是笨难 但是要写到有自己的语言是最难的 是最难的 甚至像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常读到很多人的很好的诗作品 甚至包括前辈诗人诗作品 但是这极少数几个人 你读他的作品 你晓得是谁写的 因为他有他的语言 郑抽隐书有他的语言 周末也肯定有他的语言 仰慕 仰慕有他的语言 于光中有他的语言 洛夫、雅玄有他的语言 但是有很多人跟他们一样的资深的 可是你可能就不晓得是谁写的 可能甚至会有这个样子 那 在更年轻一辈子就更难了 我们辨识出来就没有几个 那当然一方面也可能就是因为 早期最普通的语言形式 其实大概都被前辈诗人都已经用掉了 例如说 很可能就是在此时此刻 如果写诗人可能 我只有百分之八十人写的语言 所以基本上就是徐志默的语言 他最主流的那种方式都已经被用掉了 那可能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一 是用罗志神的语言 就是你想要去抓什么 抓 刚才也讲到 就是说 我喜欢用的一个字 就是我刚才讲的是说 尖色的美学 或比较高难度的美学 其实指的是 它只能通过你语言来表达 那这个语言什么时候可以当 那就是你是比较坚涩一点 就是说 因为你处理的 你意识里头的事情 就是脑袋里头的事情 有些是很中间的 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 都感觉得到 而且都可以表达出来的 例如说一加一等二 或者是说今天下雨 所以这个空气显得很潮湿 这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可是在这个最清楚的事情 在编编一层就不是到那么清楚的 例如说 就是例如说 昨天我睡了 那到底安稳 跟不安稳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那种不安稳的状态是什么 跟那时候就有点难表达 因为你其实在睡觉 但是你有意识到 那在意识到的是你梦中的意识 还是你真正在睡觉的时候的意识到 这就比较边缘一点点 那再更边缘一点点的 可能是在某个时候 你突然 对一件事情 你在以为你是这样想的时候 可是其实依然是闪过一个 又不是这么以为的一些念头或什么 那就更边缘了 所以这个意识编编的话 我自己曾经有 有某种解释 就像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 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去南极探险 那他们就坐了各种的船往南边去 那为什么他这件事情很难呢 因为第一个你不晓得南极探险 那时候大概也不晓得南极探险 什么样子 你能拼命把船往南边航行过去 那有时候你会遇到风浪 有时候你会遇到大雾 有时候你会遇到陆地 或遇到冰山 或者是就是浮冰你就下不去了 然后终于可能到底是 你看有一个太景家 他说行行到南北六十二度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那我要打破这个纪录啊 行行到南北六十四度 然后另外一个 我要行行到南北六十五点几度 就冰冰往那边去 那有一个人可能行行到南北六十七度的时候 他那个人叫解拉许是一个比利式的军官 他就是趁着南极夏天的时候 伏兵融解 他就是往里头挤自己 要排开很多很多的浮冰 那有一天晚上突然温度又降低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一看 他航行的海不见了 因为结冰了 那他本来航行的海 要在一千公里以外 所以就一条船 被镶在南极的 海上的冰块里头 镶在那边动弹不得 你说他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等到第二年夏天 一个最炎热的那一天 所以他那条船 就被镶在南极的冰块当中 镶在三百七十七天 到第二年的冰块开始溶解的时候 他才开出来 那我要讲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 南极假设算是一个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意识的 每个人都透过文字航行 就一直往里头钻钻钻钻钻 那有些人其实他不做这个事情 他可能就一直在赤道绕绕就好了 非常的风平浪静 特别是走过太平洋的时候 太平洋有一个非常风平浪静的一条航线 那你如果要去 这个所谓的南极 南极往南极圈 南极福山间去的话 你可能要去过 他那些讲法叫做 类似什么 波浪汹涌的南枚四十度 荆桃骇浪的南枚五十度 令人尖叫的南枚六十度 反正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两天两夜 你就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吐 这船就是 但是大概是 要穿过所谓的雷克海峡 那其实在思考在操作里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有点意思是这样 就是在找 假设意识 我的意识领域的黑色部分 就是一个南极大陆 你怎样就是通过我们这一点点的 越来越靠近 那不只是这样 因为南极大陆虽然是 地球世界是立体的 可是基本上 我们去侵蚀或去探索南极大陆 它基本上是一个二度空间的事情 你一直往右转 可是我的意识领域是三度空间的 你的揭露角度更多 那能进去或者遇到的阻碍更多更多 那你唯一的工具就是 非常没有效率的文字或是语言 所以对我来讲最大的乐趣 创作最大的乐趣 跟最大的挑战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挑战 绝对没有这种乐趣 就是有限度的语言 如何去处理 无限的内心的种种事情 其实在我们人类此时此刻 没有被语言表达出来的 可能还是远远超过被表达出来的 很多很多被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说 其实我内心里有感觉 只要没有被你的语言去 立足过 采过 负债过 表现过的 基本上就是没有被开发过的 简单讲就是说 人类基本上人类的意思就是一团降乎 那你在一团降乎里头 你说讲到今天很无聊 今天很无聊的那一小块 就被文字 狂死 就框出来了 那然后其他的部分 你还是一团降乎 还是一个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 不明的黑暗时代 那然后你就又想到一种感觉 今天的这个感觉是 介于什么 在孤独跟感伤中间的某种 不确定的状态 好 这句话你就把它框出来 那你的意识的那种感 感受也就是又一小块 又被文字 等一下文字的光影又照到了一点点 那这块就给你移出来了 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永远没有被你做不完 永远没有被语言之光照到的部分 永远是那么的多 而且它还有厚度 你只能照到最寂的部分 你要往前转 对对 所以这事情多么好玩 这就为什么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有些人其实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都写诗的 这包括我们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人 大家都做过文器 大家都写过诗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青春局过完了就不写了 有些人是追到文章就不写了 有些人是台湾厉害人就不写了 有些人就觉得 因为以前也没办法再写 就是他想写也写不下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的诗就这么大一点 可是像我已经写超过 我第一本诗集到现在超过四十年了 我在面对诗的时候 我都觉得像个初学者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对啊 那你就觉得哇塞 这都还可以玩得还很多 所以我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 一件事情它到底 可以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或多大的贡献 其实跟你对这件事情的想象有关 如果你把诗就想象了 我就只是处理修辞学 那诗就这么大一块 你说我的诗就只是处理一些感性的事物 它就这么大一块 但你如果让它变成多了 它就是一个思考方式 它就是一个表达方式 它就更大了 那甚至有的时候 我都觉得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方面在记录自己 一方面在表演自己 一方面在创造自己 在创造自己 对 所以当你诗学完的时候 你就可以松口去躺在旁边 接下来过问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更好的 你正在足够的沉斜 所以当有些人就像 你敢面对自己的作品的书背的时候 我想就是 你就可以安然的死去 因为更好的你自己在那上面 那虽然更好的 你也许不见得会被读到 但是你自己完成的时候 你晓得一个更理想的 理论上才会存在的那个自己 理想状态的自己 已经足够足够靠近了 那个当然还不可能是真正的 最最最最后的问题 那可能离真正的理想状态 还有几光年的距离 可是知道 此刻的真正的会挖鼻孔 会去上厕所的自己 来得近很多很多了 那这就一定文字 文字真的对一个人可以 超过出来的贡献但其实是 超过大家想像之外的 我觉得这个 我刚好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郑老師 其实他 你这样讲下来 其实是很着迷于那种 透过文字去照亮自我意识 跟世界之间关系的 那个黑暗之处 或者说空白之处 尚会被描述的事物那些东西 然后其实也不过就之前一阵子吧 我其实跟几个 我差不多是世代的工作家在聊天 我们在喝酒吧 其实就是喝酒聊天嘛 然后大家就说 就是老一辈的事人好像 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就是 那个写东西都好像没什么 新的语言尝试啦 然后就是没有 没有再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 新的形式了 然后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就是大家只在想说 对啊到底为什么 然后我们只是从那个 因为我们1986年代出生的人 其实前行者非常非常 前行者重 然后雅贤光是一本诗集 就打死一堆人 然后杨木又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然后琴瑟的都会的 陈克华 林耀的这些人 就是大家把整个形式的广度 已经拓到极度的文明化了 就是这个诗的社会已经非常的文明 对 看起来没有黑暗的 对 看起来没有原始的部分了 然后下雨的 那些语言的常识也已经把 那种意识如意识 特别是在那个摩操武林状的时候 它更是把它推到一个极次 然后到后来的粉红色造型等等 这些语言的实验跟形式的创新 在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已经绝机了 那对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当时其实就聊到一件 就聊到这些事情嘛 他就想说那我们到底在 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写 对 那这个为什么而写这个问题 又回到一个很原初的状态 就是你其实不写文 不写也不会死 对啊 你就每天上班下班 然后混字等词 然后去唱片EB 然后喝酒 然后就睡觉 然后看Netflix 然后就 对 你在插发上可以播 播个五个小时 然后你不写字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不写任何文字也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每天在脸书上 就给人家按赞 然后就是 谁贴个什么食物就按赞 谁生的小孩按赞 谁的小狗怎么样 好可爱啊 按赞 然后那个 有人还会就 选投票说 喜欢 我现在不知道该选哪一支 这两支小狗都好可爱 不知道领养哪一支 然后那个 这个领养A的请按笑脸 然后领养B的请按哇 然后 这会有这种 这种百无聊赖的人生当中 就是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去开发的 然后 呃 某种时候 但是 这个 这种状态 其实这种 仿佛有点虚无的状态 它其实也是一种 呃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这个是的 我不敢讲是全部人吧 但是至少我自己有感受到的 呃 它某种程度上是在 对于那种 呃 你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办法 你对未来其实没有想像 然后 你对文字没有想像 你对 我指的不是说写事人 而是说 呃 就是 作为一个人 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国家未来会变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 未来会变什么样子 然后你每天看这个国际新闻 然后我自己在做财经新闻 走在那个 呃 整个市场 算是最前当当 因为我做切评购的资讯 你知道 然后 呃 你永远不知道世界会 从哪里有放出来一个 炸弹 然后 北韩 然后 叙利亚 然后 你知道的越多 你就觉得越 自己越加的渺小 然后 在这个世代里 我觉得在资讯流通的时代 这是一个 枷锁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枷锁 是你因为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 你会害怕 然后你会不知道该如何切入 然后 你会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你还是想要 然后大家后来就 我们那天就聊那些事情 然后当然也没有答案 然后大家之后就 嗨 然后 喝一口 然后就说 那我们到底要写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写 我们还想要改变这个 然后 那个东西就 就变成 大家就出现一个 你知道 大家就看那种嘻哈 就出现那种 很励志的答案 就说 其实我们 这个世代要做的已经不再是 在文学上面做 创新跟开拓了 而是 我们在这些前行者们的 已经开拓出来的这种 太空船的形式 我们要把它承载什么样的火 我们要把 什么样的讯息 透过 这一艘太空船 把它发向 那个 外星人的行程 这件事情 然后 你可以是一个文字模式 但是 文字正好就是一个 如果你 曾经写出过 可以触动别人的 文字 那你一定有办法 能够写出 足以于那些 你曾经以为不能沟通的人 沟通的 平台 所以 我那个时候 大家就是你知道已经犯罪了 但是突然聊到这个 我就 就 就醒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酒醉到一个程度 其实是会 所以突然又觉得自己很醒 但其实再回家就挂了那种 那种状态 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 对 就是这样 就是 文字其实是没有很够通的 那当然 字变如我 然后 其实我当然也很希望我可以继续写 就是 成为一个最顶尖的魔术师 但是 但是后来 后来慢慢的就觉得 就觉得说 如果我把这一份能力 放到别的地方 放到这个世界上 放到人身上 然后我去跟人对话聊天 去沟通 去谈论各种事情 世代的不平等 世代的不平等 性别的不平等 然后 然后 种种我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们 然后 包括HMV AIDS 这些 这些 就是我在社会工作上面 接触过的团队 等等 这些 那文字就变成一艘船 然后 能够把我想要说的讯息 送出去 所以我后来其实就 慢慢的没有那么在执着于 就是 要承诺一个 最厉害的魔术师这件事情 对吧 自己有一点当然 有一点点 因为毕竟一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同时想要当魔术师 隐喻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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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相取死之下 就 就变成这样 很固域的计划 其实你应该讲的 我都还蛮赞成 而且还有共 只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其实你讲两件 都是 在我来讲 其实文字或文学 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 它会不会是冲突的 完全是看你怎么解释它 譬如说 当我讲到我魔术师 文字本来就是我来沟通的 那为什么一个人 会被称为魔术师 通常就是因为 他是沟通的魔术师 是因为他有说服力 所以他并不是说是 就是有一种是 只是魔术师 但如果他没有沟通能力 他就不算是魔术师 对 那差别之在就是说 我沟通的时候 我只能是两个部分 就是我沟通的对象是谁 那我沟通的讯息是什么 最早就在这地方 因为其实那个 应该是在第几本的时候 因为我是很喜欢创造理论 所以我又讲过一些 其实我一直觉得 最棒的修持学就是思考本身 最美丽的思想就是最美丽的修持学 意思就是 就是说我一直很怕一种东西就是 它真的只有表面上的修持 或者是字面上的魔术而已 它必须要有那种相称的思想 这是我最最最强调的事情 以至于我甚至都会去讲说 就是如果说是像 为什么就是我早年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文学只是 拿来当修持学的 就是好像就是思想不太重要 那所以当很多文学家 他想要表达思想的时候 因为他不够重视思想 所以他的思想就变成很肤浅 那他的强项还是在修持学 所以他就看起来很像宣传 就变成很宣传 或者是变成人家的文学 可能又像是哲学的奴婢一样 或者是像是那个可能就是 某些理论或某些思想的一种 一种就简化的版本 这个现象其实真的 即使到现在我看还是有很多的创作者 因为当他想要表达思想的时候 其实这是对的事情 可是他忘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表达思想的时候 你重点是在于你的思想 而不是在于你的表达 对 那我们刚才也讲就是 为什么就是 好像感觉到有些语言 没有别的出路或者是再上不去了 我觉得因为没有那种思想来 来催促来不许 你没有这种需求 那种语言就出不来 你有那样的思想 那样的语言就会出得来 你有一个狂暴的思想 就会有一个狂暴的语言 会来支持你 你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思想 你就会有精致的思想来支持你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也很有趣 这也是我 反正我就是每天大好过程 想中想西的 就想说 其实人类的整个的过程 长大的过程 事实上就是 我们的脑袋里有想的事情 感受到的事情 跟我嘴巴 或者用手写出来的事情 它不停地在分化 就是越来越细致化 越来越繁复 越来越丰富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在想说 假设一种状况 我最常讲就是 人类的第一个思想是什么 第一个表达的语言是什么东西 我想因为我们的记忆都没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很急忘掉 作为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如果记得的话 可能说 哇塞 这地球怎么这么寒冷 还是什么的 我不确定 你知道吗 但是假设是一个 可能一个所谓的 发展心理学者的想法 人类的第一个想法或念头 也就是不适应 因为你刚从母体出来 温度也不一样 压力也不一样 各种东西都不一样 也有光线 所以你可能有感觉是不适应 那所以对 第一个语言感觉是哭 那渐渐渐你在长大了 那你的想法越来越多 念头越来越多 但是你还没学到语言 所以呢 你一直用哭表达很多事情 那这个特别是有经验的 爸爸妈妈表达的 就是说 哇那个 当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个人 抱到一个婴儿 他大哭的时候 他都会种足失措 那这时候有经验的妈妈 就会把他跟他倒过来说 这一次的婴儿 他的哭声是因为 这个陌生人的笑容太难看了 下一次的婴儿的哭声 是因为他肚子饿 或他尿尿 或他有各种的想法 可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太少 所以我就有沟通上的困难 那渐渐渐渐的 就我们人类终于 从外头学到很多语言进来了 我常常是这样 学到今天学到 惆怅 我才发现内心里头 那种纠结在于 那种感觉 是惆怅 那我今天又学到的就是 抑郁 那种牙齿 那种 那种感觉叫做抑郁 那可能我又发现 啊 若有所思 在抑郁跟惆怅中 还有一种感觉叫 若有所思 我们语言越 从外头学到的语言 越分越细 我们再从自己的内在的自我 我认识自己的感受跟心灵的内容 就越来越细 但是在这同时呢 我们也倒过来 我们有很多东西 不晓得它是怎么样 没办法用语言来定位 把它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去寻找这个语言 还是创造这个语言 例如说孤独 如果说我们只有一个孤独的话 我就想喔 内心那种感觉叫孤独 可是每一个人可能这辈子 都有超过十种以上的孤独 全世界七十亿人口 其实有一半是心智不全 至少有三十五亿 三十亿人口 每个人口都有十种孤独的不同 应该有三百五十亿种的 这种感觉 没有一种是一样的 可是我却用一个孤独 就带一个三百五十亿种 我心里头的某种感觉 这怎么可能合理呢 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就想到哇 这一次的孤独 所以我也想说 此刻我的孤独 好像和十万个陌生人 在下过大雨以后的沿野露营 那种凝临不堪的营地里头的感觉 那这一次的我的孤独 就好像在闹区里头 跟很多摩天接种的人 挤来挤去的 可是却觉得特别的孤单的感觉 那这一次我的孤独 可能是想到就是 我地球已经要跟另外一个星球开战了 可是我还来不及去告诉我最挂念的那个人 说我们可能在接下来这一百年 暂时没办法相见了 这样的话你就透过影源 你就可以把他们孤独 这样你才可以表达出 三百五十亿种不同的感觉 不会说只是一个抽屉 这个抽屉里头有三百五十一种东西 但你都把它归类着叫孤独 那这个意思就是 负面情绪第34号 那如果是这样的讲法 我就说今天早上起来 我就立刻陷入了负面情绪 第三十四号 那是第七十五号负面情绪 跟第二十二号的正面情绪 混杂出来的结果 而让我不可自拔软 进入到第七十九号的情绪 它意思其实就被念得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语言之所以会被要求出来 是因为你的想法有很多 到外因为你有很强的语言 你会分出很多的感觉 那我觉得文学家 大概还是有些对他不一样 其实从某角度来 我也有很鲜明的政治理想 社会理想 那我也很努力去做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有些方法 可能会更有效 但我要跟更多人讲话的时候 我就去玩我的大宗传播 我做过报纸 透过复刊 尤其我早点是从人间复刊出来的 人间复刊那时候就等于是 媒体理想主义时代的 一个代表性的刊物 所有的新的思潮 新的意见 新的自由开明的总统 思潮都从那边开始 那可能有些时候 我想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搞不好我们就是去 去写一些广告的文案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就是 甚至我有时候也可以用事来表达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我自己想到有一块东西 就是那块我是觉得 它是我个人永远的需求 那我觉得这一块并不见得跟我 对社会或对世界的期待 是会有充足或矛盾的 那特别是我觉得 当我们想要表达事情越大的时候 我就更加就做一个文学家 他的这个部分就要更 就要更那个就是 其实也许也不见得 因为就是 这样讲就是 这个战场它是一个多维的 多层次的战场 每一个人的贡献都可以 你可以再用最草根的语言 打最草根的战争 你可以去进行社会动员的战争 你可以像龙英台去进行所谓的 启迪民智的战争 或者说它就有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讯息 它会针对不同的人产生 对它会有不同的东西 那彼此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矛盾不矛盾 而是你的选择 也许你这词诗 多了一点点 反省跟自我批判 那你谈到了 对于人类的这个现象里头 你可能就会对某一群 已经想了其他事情的人 那然后就提出来一些新的启发 或者是新的观察 那有一时候你就是心里很干 那你就用最直白的语言 去跟更多的那些就是群众 然后去共同跟交通 其实都有可能的 但我的意思说它其实并不冲突 那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光谱里头 我觉得一个最粗糙浅浅的 甚至充满了三战情绪的政治语言 跟我觉得最优雅 最洁癖的诗的诗的语言 他虽然在不同的光谱里头 但他还是属于同一个 同一个心智的活动回头 所以如果再这样看到 其实他彼此并没有到 他的功能就是把人跟人的心理串流 是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沟通 只是我们沟通的对象 沟通的方式 沟通的讯息不一样 只是这样而已 那我觉得最棒的魔术师是 他把最难沟通的进来也可以 传达到最大量的沟通量 跟最大莫数 但那事情是很难的 通常我是如果要跟 很多人去共鸣的话 我的语言就会变得比较浅白 我的传达性就会比较直接 或者是比较表面化一点点 所以永远最难的事情就是说 很深奥的事情 可是竟然也被很多人知道跟那个 这就是为了我去看待每个不同的创作者 也许我就觉得哇塞 沙士比较有点厉害 米南昆德拉 他讲到kish 那他是多么的关心社会的人 可是他们的整个文学 基本上你看得到他是反政治的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比那个 他从我讲讲 他觉得比共产党更可恶的事情 是kish 是人类想魅属的那种冲动 是对着 期待你讲出他想讲的话的那些人 所以他讲对不起 我的敌人不是共产商人 是kish 是kish 就魅属这个字眼 那他这样讲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说 他是一个不关心社会的人 因为他真正的 因为他已经在那里头太久了 所以他已经在 对他已经在那里头 谈到是那个圈圈里头 更精致的 更 更优伪的 更深刻的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文学 文学 再纯粹的文学 也都不会跟社会改革 或者理想主义 有矛盾的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感谢大使开示 我想要回应一下 就是其实 其实刚刚我想要表达的其实 并不是那种 你选的这一条 就不能选那样的分别 而是一个人的时间 跟精神上的劳动程度 还有就是你刚刚发生的时候 那个timing 对 你处在哪一个状态 你选的是可以做什么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其实大家 讯息有种真的太快了 然后你常常被迫 必须要对某些事情 做出一些即时的反应 然后你要有 快速的动员力量 然后你要能够在 短短的可能两三天内 做出一个campaign 然后要在立法院外面 要集会 然后要怎么样 这些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很大的精神的劳动 就没有办法去 或者说那个文字本身去量 是花在如何一次性的 大量的 骚动到最多人的那个状态 而不是钻到某一种状态最深处 那在那个时候 你觉得你是用 一个文学创作者的立场去关心 还是用一个社会公文的立场 也事实上 我说文学是我的 依靠不住 对 所以我说文学真的只是一个工具 我可以用它做两个事情 有些人可以拿它去赚钱 有些可以拿它去宣传 好想靠文学赚钱 有些人可以拿它去认识自我 有些人可以拿它去写情 所以文学它只是一个工具 文学本身并不伟大 是你用这个工具做了什么厉害的事情 那你就很厉害 你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早年的话我就很怕说 其实尤其我在重度文青的年代 就觉得文学是一个很高级的明信片 它代表一种生活态度 一个社会态度 因为我一选择了文学 就代表我是宇宙不同的 可是现在我来想的话 其实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文学就只是工具 它会了不起或不了不起 完全是看你用文学来做什么事情 那有些人真的用文学来光复一个民族 变成文艺复兴的或者是怎么样 它也可以这样做 那有些人只是到这 只是满足了自己写日记 满足了自己的一种孤独的感觉 或孤方的感觉 它还是很厉害 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就是看你要做什么 那你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心情可以拿它做 不同的事情这是不要紧的 跟我们谈一下那个 因为我刚刚其实看了 又看了像很多主编了 这里面有提到说 这是给诗剧创作的唱词 这件事情其实我满好奇 因为在诗剧这个传统 就是从莎士比亚里讲 那当然其实杨默也写过几遮的 那个孫传人的遮词这样 那诗剧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感觉说 好像还是要有一个情节 角色等等等等 然后但是其实 《迷宫书记》这种处理 因为你没有把它 蓄意地把那个情节 凸显出来 这是什么 对 其实在 尤其是我 其实前几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我才去德国玩了一圈 然后我就认识当地 一些诗人 然后也碰到一些剧作家 好像德国 他们其实也像布莱西 那种不同 所以诗剧那种来说 在英美文学 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形式 但是 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真正有过 真正以现代诗来演出的 一个完整的剧场 其实大概有些人试过 有成 但是大家都是就是 一片一片的 那 你自己对于这个诗 跨到剧场 或者说 还是说 《迷宫书记》这本书 它在 怎么讲的 它作为文字存在 还是说你会 你心里确实是有一个剧场 你觉得它是可以演的吗 然后 它跟剧场就串通不到 你如何如何在一起 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好奇 因为我们还想写诗剧 OK 那我觉得 这个是 你应该来玩这块东西 其实 还是一件老问题就是 反正 我搞哲学 第一件事你说 我讲到那个字的时候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诗剧 就是剧文的剧 其实就是每个人 对于每件事 都有不同的想像 那你就会 这个不像啊 或者这个不是啊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它是 那它觉得它不是 就是因为 我每个人对那字 也比想像不一样 像诗这件事情就是怎样 其实诗它在人的历史上 可能超过三四千年了 这么长时间 你又不可能从头到尾 它的意思都一样 所以就早年的时候 可能我们知道 觉得它是一个运武 我就觉得它是诗啊 那后来是因为 形式确定了以后 我自己发了一个很棒的字 叫做文字的 文字工学 就当一个 一种文学形式 它的文字受限制的时候 它一定会努力的 就是内化成 就是 去尽量精炼 最短的字 最小的空间 创造最多的感觉 跟随短的讯息 所以中古时代 所有的诗作都变成这样 就是说 所以我就变成有道 要吼出新来 雅典 语不禁人 死不休 似成弃毁神 都是文化 哇塞 短短的 你说像五月绝一张二十个字 二十个字 就要讲说今天天气好 就已经去掉五个字 只剩四五个字 可以写东西了 四五个字 如果再加上信义录 就只剩下十二个字 所以它们在最短的 那个文字的空间流量表它最大量 所以你可以晓得那种 在文字里去挖空心思 去创造文字最经济最有效的那种 内在能量是打到不可思议的 都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我做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从形式来辨别它就是 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文字的经验re-find 经验在经验的 然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它是前面的这两个数的一种解放 我现在其实还不确定说我第三个阶段 到底要有什么东西来定义诗 那诗里头又有所谓的诗句 那这个在西方它是比较简单 因为就是它就是有剧场的传统 它从苏福克里斯 从希腊时代就已经玩 这都玩很久了 可是你在那里头看的话 跟我们想象中的诗句 会有一个落差在哪里 其实最大的一个落差是 我们对诗的想象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些人说散文像是像散步 是像跳舞 是在原地流舞蹈 各自动物上做得很漂亮 可是它就一直在那里跳舞 散文就像散步 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这里头其实 它算是一个 对诗的某种东西的精彩描述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误解 因为narrative就是叙事的性格 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这样理解诗的时候 它会被剥夺掉 什么叫叙事性格或说故事性格 说故事性格 故事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当我讲了这句话 讲了这情节 每个人都继续会想知道 下一件事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他就推开门 推开门之后呢 就没想到那个门底下是 竟然没有楼梯 他就摔下去了 然后呢 那你会一直被下一个情节所吸引 这个是一种叙事性 可是这东西跟很多人印象中 刻板印象中的诗它是相冲突的 因为诗就一直在原地 反复的引诵 然后舞蹈 那我以前就做一个简单的讲 就是因为诗 其实是不但虚妄 你看着它就是非常特别的被表达出来 也包括它还是继续往前走 可是在后期的大部分的诗人 这个是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呢 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 他在原地一直在 我用这个角度把它描述一下 那个角度描述一下 可是他比较少去走 所以其实我的民工书店的 学法案件 其实我已经觉得 我自己感觉到 诗在过去有很多很棒的事情 可是在历史的变迁里头呢 因为好玩的事情都被别人拿去用 可是他自己 只留下不好玩的部分 哲学也是一样 哲学最好 最有用的部分都被拿走 被心理学拿走 被逻辑拿走 被什么生物学 被所有的东西拿走 那剩下就不好玩 只剩语言的部分 很干涩 那诗也是一样 诗以前我 我就觉得诗留有一个很棒的部分 就是它的共享的特词 可是我觉得这一部在诗留 大家都觉得 只要我写诗诗 就应该是很好玩 就最有诗意了 可是我觉得真正的诗意呢 在漫画 在卡通 在宫崎晋的卡通影片 在MV里头 甚至在画作 在所有东西 都有很多诗的性质 跟真正的那种诗的性质 在诗里头反而来是少 尤其像现代舞啊 很多现代舞 失忆到不行 那个 完全是怎么样 身体一张开 眼泪就掉下来 所以说 现在就变成说 写诗人为什么比读诗的人多 读诗人为什么比写诗 因为 每个人在写的时候 当自己是被这些东西感动 可是 读者再一点东西 又看不到他想到的东西 他所期待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就是 我在《梦中书放》里头 最主要是谈这个事情 诗属于梦的特质 要把它拉回来 那在这里头我想 把诗也可以讲故事的特质 要把它拉回来 所以 他还是会有人 从我举个例子来 现在是剧的话 剧就要有对白啊 对 那你当然也可以用那种 就是 当然就是 你亚 就是上亚剧也可以 或者是什么也可以 那对白这件事情 跟 如果说过度的那种 我本来的金面式的诗的语言的话 它看起来就会太不自然 可是我自己想想看 不管是希腊时代那几个悲剧 叫到莎士比亚 甚至到戈德 你看到他也是在写诗句 可是他诗句就没那么大的问题 一样诗 普通语言 对白 一样可以形成诗的感觉 只是说 这个时候我对诗的想象 就不能再次最惊念 最刻板的那种印象 那做这样的话就可以 那我在《明宫睡》里 我写什么东西呢 其实 这故事快速讲一下好了 因为我一直想要盖一个真正最棒的书店 不是书店 书房 我说书房我希望你都可以变成 有一天也许 跟我有什么百年之后就变成文化景点 它在海边 然后盖着 盖着广怪物里面 你都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恐龙化石 还有各种的我想要玩的所有的玩具 我收藏的东西 火车模型或者是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因为我热爱这种天文圈的东西 然后就各种收藏 因为我必须觉得书房 其实不是摆书的地方叫书房 其实studio 它其实有工作之下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的内心的心智 心智 心智状态的一个展演的场所 那当然它也要摆书 那摆书的话 我就想说 我要把我的书下围成一个抵宫 让人家一进去的时候 这是我对于参观者的一种恶意 我希望它在两三百平的书库里头 大家都不晓得 那进去有点 怕它走不出来 那我觉得它会很棒的感觉 那它可能就在里头搞不好读书 读到后来就饿死在那里面 就变成了 对不对 我不太晓得 但是呢 这个事情 我其实是真的有点想把它变成真的事情 但是目前的资源做不到 后来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读书 读到很多很棒的书 有些棒书本身就是一个迷工 你读的就是出不来的 很多人读火 都出不来的 那我最近的读了一本书 出不来就是 也是很早就是追忆似水年华 出不来就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 法国还有一些旅行团是去参观 追忆似水年华 提过的地点 因为读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就觉得那一条是你自己的记忆 是你的故乡而不是普鲁斯特的 那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读那个小王子也出不来 就小王子已经跟着那条蛇走了 可是我大还在 没到夏天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应该到沙漠再走一趟 看会不会重新遇到他 对不对 就是很多书邪让我读的军会出不来 那我就假设一种状况 就在有一个书店里头 那你在那个书院读的书里 都会到书的世界里头去 出不来 所以每次在书店的老板 就要帮你准备一个闹钟 等你出不来的时候 想你就醒过来了 这个是拍成电影剧本的 我没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其实为什么我把它定位成 叫做故事语名 因为通常我在 我过去的十七二十本书里头 其实我写完的话 文字就是它的最终形式 可是我从写这本开始 我期待它有别的表达形式 文字不是它的最终形式 所以我甚至连诗集都没讲 我就是要叫做我的故事语 因为我想用诗来讲故事 那当然是想诗来用诗讲的故事 而且它是可以很发散的 然后我还延伸过 那我这一本诗句的 最后半本都要讲就是 你记得一本最难出来的书 就是《追忆四水年华》 因为我没有看过 你看它有七百多案子 对 那然后 而且你如果从最前面看 你会很痛苦 所以建议是从第一册的 后半段开始看 那你会比较 比较会有没有 我有看我第一册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一大堆人跟琐事 但是他一直让我对他有个意见是 他这里有去讲很棒的 很优美的讲爱情的部分 可是他的爱情观是很糟糕的 对 对不对 我看不下去啊 我这里头的那个作者就是说 他为什么最后一本 他还挑《追忆四水年华》 因为他受不了 书中的男主角叫马赛尔 对于他的情人的态度 他对他的情人又嫉妒又爱 那然后又猜疑他 所以他最后是把他的情人 是把他像囚犯一样 禁锢起来的 他把他带到巴黎 不准他出门的 好不舒服 那然后呢 他每次出门的时候 就会有人陪着他或什么 所以他的情人就不停的 得对他撒谎 那他因为他情人对他撒谎 所以他就更加猜疑的情人 更加猜疑的 那他们两个就是在这种 又害又恨的关系 纠缠了很久 最后就有一天他觉得 那他们会彼此伤害的 他就说那你走 我根本就死 你已经受不了你 你走好了 那但是他们就彼此这样这样 那到处有一天作证 那女生受不了 他说他想要暂时离开一下子 他一离开 这个男生才开始觉得说 他根本离不开那女生 但是呢 他受到一封信 那女生已经死掉了 因为起码被摔死了 超越 那这时候他就在自恋 真的是很糟糕 我非常受不了这个人的爱情观 所以呢 这个作者呢 他就决定说 既然我若是 读美美书都可以到里头去体验 而且可以去改一些事情的话 他想到最一世的棉花柳 去更改男生的爱情态度 要不然真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改掉 真的说是非常好看 要不然这太虐了 太虐了 受不了 对对受不了 我没有结果 那么烂的 对啊 所以就是 再这样 所以我就有一个强烈的东西 那这里我其实也偷偷交代了 就是我的有些 有些所谓的 因为每个都有很多精神的原相 那我就觉得有些很放出 他也是我的精神的一项 对 就是 就等于也稍微 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转的色彩 是吗 自转的色彩 不能讲这真的自转 就是 内心的反应 对对 有点像蔡曲谷的感觉 哈哈哈哈 对 4点半 我们是不是留QA时间了 正好耶 正好 厉害的时间很准 好准哦 非常精彩 居然就要追一次陪电话去 很远哦 我们展示一下 今天的这个 特别的证明 这是文言记所特别做的这个 文学赤包 文学书包 当中设议者说 里面可以放便当 跟书 最重要是因为自便当里面看书 这跟你讲 可以文学午餐一下哦 那第一第二位的提问者有这个礼物 第三位开始 我们就改正这个文言记的徽章 文言记这一次外面没有在卖 也是给各位做纪念的哦 那这个整个活动呢 特别是我们政府文化局 在主办中花了很多心思 也通了非常多的经费 希望各位一起在这边得到一些收获 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哦 那么晚 来 自己会先这边订回吧 想请问罗志诚老师哦 诗的阳目曾经描述过您的作品 就是诗的作品 那种比义具有一种 创造神秘色彩 那种funk 所以他请问一下说 您对这样的说法 还是说您自己本身有不同层面的见解 或是说水的年纪 地义就不一样 以前的色彩跟现实 谢谢 其实因为那个 因为我跟那羊老师算是蛮熟的 所以我觉得他提到这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是 算是有点抓到一个特点 那这个事情其实来自于 就每个创作者他的个性 我曾经在好像是在黑色相亲 也是像宝宝之后 那小诗里我讲到一句话 我那诗的讲法叫说 似乎一方面提防着读者 一方面极力地去表达 是一个创作者的艰困的生活方式 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看起来 刚刚我讲到沟通 其实我讲到很多事情 其实包括很多文学家也是这个样 就是说其实我看起来都很努力的 去老大很多事情 那把自己的内心很多感受在讲 但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的坦然 或者这么的没有自我防卫的措施呢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其实在特别在东方人的文学史上 大部分的就是大部分的那个人 他东方社会是比较不友善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其实我不会说每一次都对人家讲 各种方法是对 你根本没有见过的陌生的 或者对徒者讲的 但是你真的有很多人想跟他讲 但是又有些时候你想自我提防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喜欢写诗 因为诗的语言的表达方式 他会帮你率先 一个真的不是适合 或者跟你比较没有情感交气或共鸣的读者 他在读那个那种凡文怒结的诗句的时候 他就已经受给他的总标了 会进得来的基本上是跟你有点接近的 所以我要讲到说 语言像新娘的面纱一样 他介意挑选可以看到他这面的人 对 我在想说他讲的那一部分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会保持某种神秘的感觉 可是这神秘的感觉 他是变成我跟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 跟一种互动方式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 就是我们互相用 可以跟对方交心的部分互相照耀 我们同时用我们互相黑暗隐晦的部分互相照耀 我觉得后者其实更厉害一点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点 懂得到的 谢谢 第二位 这位高东生 高东生 厉害老师好 其实老师 你要准备问题 对 我刚才 就是厉害老师 今天谈论的内容很贴近我的问题 可是一直还是写不出来 就是 杨泽老师 我赏了他蛮多课 然后他一直在呼吁说就是 是要靠近人群 然后是要 不要做小王子 然后 不要 只是为了自己而写 然后可是 当我真正去实践这一方面的时候 我发现 我就碰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 就是我去读诗会 然后同学问我说 就是你是为了提问的提问吗 也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吗 然后我就在想说 就是 当我 越想要走向社会 越想要彰显隆和议题 越想要向社会提问的时候 我不可避免的会 让诗的纯粹性降低吗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写诗的动机有点本意 我是为了向社会提问而问 为了彰显正义而彰显 我是 我明白我自己写诗的最初是 就是原类型的冲起 可是去转变尾 我想要发挥改变烈 我想要变为正义的发生 我想要有扛起某种神圣的使命 那这个使命还神圣吗 这还属于诗吗 那如果我只是一个说客 那我的意义在哪里 你的困困跟我好像 完全很像 所以我尝试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回答 或者说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 其实这一开始我写诗就是 纯粹只是为了自己而已 并没有人跟我说就是 你要靠近谁 你要去让谁看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诗他一开始 我觉得啊 你会想要写诗 其实可能也是因为 你自己想要处理自己内心的某些 不管是外在的 外在环境造成你的疑问 或者是说自己内在的 对自己的质疑 或自己的怎么样的 这些冲突与矛盾与不安与震荡 这些内心的东西 其实它正好就是诗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发动之 那 我不知道杨智隆老师说诗要靠近人群的脉络是什么 看起来不太像他 不太像是他会说的话 因为他的诗也很不靠近人群 杨智隆跟我一样 对对对对 我觉得 所以我在猜测啦 就是 他可能只是在建议你说就是 诗他本身其实并没有 他可能没有一个目的性或工作性 就是他靠近人群为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 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就为什么要靠近人群而为什么不 然后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为什么是这个主题 你要在什么样的主题 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处理 什么样的情绪 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是一首诗作为一首诗 他自身能否自圆其说 最重要的关键 而不是说 好像你讲的很白话大家都读得懂 那就叫做靠近人群 或者是说你的语言用得很尖色 很截屈凹牙 就叫做不靠近人群 然后你的主题可能是很私人的 就是这个玫瑰花的花瓣开始哭了 然后这种极端无关痛痒的事情 然后他的主题可能是 就是关于人类的苦难 关于人类的爱 人类的失去与悲伤与各种情绪 那种那三百情 三千 三百五十一 三十五亿一种 三百五十一种感觉 三十五 三百五一种孤单的孤独感 那种人类都可以共通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写诗最应该要发掘的是 找到那个共感的通道 还有你想要说的事 就是你想要表达的情绪 或你想要捅捉下来 你想要描述的那种 就是再说一次 就是失常就是在用语言在描述 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 所以你要先有那个东西 你看得到那个东西 你就去尽你的权利把它写出来 不要去管 我觉得不必去管什么人群不人群 然后 当然你看到这个世界上 你有所批判 你有所质疑 你有所疑问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现在也还处在那个阶段 就是 所以看到很多事情 你都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然后你想要做出改变 但是你又好像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那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写诗可能 会在这个状态之下 写诗可能会发生两个东西 一个是先处理你自己这种无力的状态 你可以写诗处理这个无力的状态 然后你还可以写诗去处理那个 你真正的疑问 那个困惑的混沌的状态 那重点依然还是你感受到什么 所以你必须要用语言去逼近那个感受 然后把那个感受抓下来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必想太多 就是认真的去感受 不必想太多 是要很认真的去感受 然后很认真的把它捕捉下来 然后所谓靠近不靠近人群 那个其实都是后见词 大学的个人设计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今天来好多高中生了 刚刚那一位应该是 刚考上东华花文系的 卢老师当年是东华的助校作家 对不对 多勉励一下 可以讲几点勉励 你如果那个 这更央则是 如果我在的时候 那不是央则是 其实那个 我先不管是央则讲的 但是那个 你该讲 我记得几个字 比如说是应该 其实我们谈诗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谈有两种 一种谈诗到底本质是什么东西 它是有普遍性的 就是诗应该是什么东西 然后讲这句话的时候 但是诗应该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这句话呢 就是我叫诗来跟音来的问题 你应该拿它来做什么事情 应该来怎么样 这句话是没有普遍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人跟你讲说 你应该用诗来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 听听就算了 这是最大的重点 因为我刚才讲 诗它只是一个工具 你拿它做什么都可以 那每个人拿它做的事情不一样 是每个人的选择 那你大部分时候你拿它做这个 但是有些时候你想去拿它做别人 也都不要紧 这是第一个 我认识就是说 应该就out to be 应然这些事情 谁都不能强迫别人的 文学是不是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 文学是不是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文学是不是一定要发挥真理 对我来讲都是 对我来讲都是不重要的用 对就是你这样主张好你去做好 我很高兴你去做 那是之所以好玩 或现在文学之所以好玩 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大脑里面 自由的最后一块保留区 你不需要被任何事情限制 限制或者是去强制 但是呢东方社会的人呢 他本身有一种重重倾向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kish 东方社会的人呢 就是kish的基因特别强 我们是一个受困惑的社会 受伤的民主 东方民主 大部分的民主都受过伤 所以这种社会 独自流他们让我表态 渴望人家表态 自知他的能量太大 我都觉得已经太让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基本上在文学之流 我最讨厌去取悦别人 我一直在别人生活中取悦 在日常社会一定要取悦小孩 上班的时候要取悦老板 上班的时候要取悦老板 我已经很努力 尽我做一个正常人的义务了 可是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 那是我最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不要有任何心理的胁迫 可是我说 因为在台湾社会真的很对不对 它又是一个受货商的社会 它又是一个危机意识社会 再加上现在网路文化的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表态文化 表态文化 就这样你刚才讲的 就是 我为什么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看脸书 哇 你看我出生的 baby 今天又讲一句什么话 那底下就说 哇 好可爱喔 哇 真的 我好希望 我人家薄薄薄 就讲一堆 这些寒暄 本来在我日常生活中 讲完就算 就过去了 嘴巴上像 一样一样就不见了 但是文字表达 是比我嘴巴讲话 是更高规格的一种 更高规格的一种表达形式 所以我就把最狗屁的一种寒暄 竟然用比较高的规格 大量的复制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如果你不去按站的话 过两天就开始觉得 他就说你为什么没理我 是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没有按我那个站 或者说 怎么都不关心我 对不对 我破了一张美照 他就是好漂亮 像17岁一样 什么动民族 什么时候一串 那大家都讲话 为什么只有你不讲话 可是我跟各位讲 我这几年我就是都是什么 还不讲话 我甚至后来就逃离了我的脸书 因为我不敢上去 因为太多东西都 我都不想应付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是请一个助理 在帮我看脸书 所以如果你们要透过脸书 找我的话 真的基本上是不知道 这是找不到的 那他讲这种 他是一种表态 那我们说 每个人都有人格充强 我鼓子其实是有点想取悦的 所以就是 取悦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当一件事情 跟大家一起共同 这感觉多好啊 可是我是觉得 如果我 以我个人来讲 讲的比较戏剧化 不准确的戏剧化 你刚才讲到说 诗应该要接近 接近什么 接近 接近人群 接近人群是吧 那我跟你讲 不准确啦 就是 那我会讲说 我好像是为了躲开人群 才能到私底头来的 那别人也是为了躲开人群 才到我的私底头来的 你说我为什么 但是我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当我要接近人群的时候 我已经够吃 我都这么吃羊菜 我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我想想我要接近人群 我要透过诗 这么复杂的方法吗 我可以用别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了 我可能透过教书 我可能透过 什么在媒体的制作上 我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 也许就是 每个人对诗的期待不一样 那这也是我讲 就是说 我们在文学创作 跟阅读中间 我遇到最多的事情 常常是评论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他来到了一个豆浆店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卖咖啡啊 或者是说 你到了一个珠宝店说 我看的端就没有看到锅子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到一个作品里 我去找一个 那个作品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那到底是评论家的问题 也还是评论家是作者的问题啊 有没有想过啊 所以就是 我还想说 那个 写的话忠于自己的感觉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来 各位 我就作者问少了 因为我问一下 两个问题 关于罗老师提到那个 人类的第一个思想的部分 还有第一个智慧 那观察小朋友应该是 就小费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我不晓得这样的意义 有多大吗 没有 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领言 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是我 可能就是那个 太大的想法 但第二个就是提到 刚刚罗老师提到 那个最好的修辞 跟最好的思想 这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 有人的思想很好 可是他足于 羞辞 那有人的羞辞的部分是很强 可是被我去深究 其实没有什么思想的深度 那 又 因为大多数专业的诗人 就提到那个 文字跟这个 文字的魔术师 跟思想的魔术师 这方面嘛 所以我的好奇是指说 为什么 比如说能不能提 谈一谈就是 文字修辞跟思想 这三者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像提到文字 指到纯文字的部分 那羞辞的部分是 包括 刚刚提到脸书 一个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是蛮好奇的 那我个人 个人的插题的想法 我会想要 那个李耳王的部分 就是说 他的三个女儿 其实是有不同的羞辞的程度 可是思想背后 可能是更邪恶 或者是 这是我的想法 在那边提 谈一谈的这样子 好啦 那我快速回答 因为 其实我要先讲一下 其实我的那句话 最准确的讲法 是说 一种美丽的思想 不是也就是一种 非常美丽的修辞学 就是倒过来这样 比如说所有的美丽的修辞学 都是 都一定要是美丽的 都要变成思想 但我只是在讲 讲什么事情 就是你讲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人说 一个人的思想很好 可是他的表达不好 我是在文学 文学创后来讲的话 我是讲的这种状况 是不存在的 最主要的一个讲的 叫做维根斯坦 他觉得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他觉得 有很棒的想法 他就很难讲出来 他没有这种东西 他如果讲不出来 只是因为 你没把它想清楚 那另外一个也就是这样 就我们通常会把 语言跟内容是分开来的 跟斯坦 没有一个东西是 只有语言没有内容 或者只有内容没有语言 大部分的时候是怎样的 也就是说 其实它是绑在一起的 一个人如果能 把他想的 当你的思想想的很好的时候 你的写起来就很有条理 你的思想又好又幽默的时候 你的语言跟国际就会 就是又幽默又有思想 你的思想如果就是又华利 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的语言就是又华利 但不是很多 那你讲到后者是比较多 因为大部分的感觉就是 当我思想不足的时候 我用修持学来替代他 特别是年轻的创作者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想写很大的事情 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要想写很大的事情 那然后呢 就是 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也可以讲 所以我就 语言很大 但思想其实很大 我如果那时候开玩笑 反正再跟你讲一遍 就是说 此刻 我把我的臀部 慢慢换回座位上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坐下来 坐下来 就是前者就是 因为就是 你的那个语言表达 跟你的讯息量不相称 就有虚张声势 所以大部分的 实创作者 他会 他会有虚张声势的倾向 因为他想让人家 重视他的表达跟感觉 可是这个事情一直很难 也就是我特别觉得华文创作者 永远最弱的一款是思想本身 并不是说是思想有到那么重要 而是说 其实每一个表达都应该要有 有相称的思想 跟相称的表达是最漂亮的 你那个做过多的修饰 可以讲的事情太小 或者是你那个 倒过来一眼 思想都有这种问题 那重点是 因为我要稍微 这也是我一个事情 基本上我们其实 人类就用女人在思想 没有一种东西是没有女人的思想 这是他的想法 那以我的经验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稍微补充一下 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吧 就是小时候 高中的时候写的东西 其实很喜欢把东西全部 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然后找一些很冷屁的词汇等等 去把它们加上去 然后尝试去补 还是回到那个过程 就是尝试去捕捉我的感觉 但是 这个时候的感觉 因为其实自己也还没有想清楚 所以 才会想要用一百个词汇来 形容一种情绪 但是当你想清楚之后 你慢慢就是 当然自己生活稳定了 然后慢慢长大了 然后你经历过的事情也多了 那你慢慢就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比较切合的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说一句话 就不说两句话 反而是我自己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 碰到比较大的语言策略的选择上 这个对我来说是比写字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要跟谁说话 然后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言策略 我要承载一个怎么样的讯息 这件事情我觉得 反而是在语言跟文字的应用上面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而不是在文学里面的幻想 这个是我自己的纪念 跟我来有什么问题 来 两位事 就是我可能身边朋友聊天的时候 都会以诗啊或是文学 就是有什么样的创作来跟别人分享 可是觉得身边的朋友 并不是以这方面为乐趣的 然后很难达到共鸣 那是不是作为写作者 本身为乐趣 是不是应该要具备其他的兴趣或能力 才会有更多的论满或是一个支持 因为我说我大碼过动 所以我很喜欢创造理论 所以我就每件事情 我都有一个比较理论式的回答 我其实也认为这是我的想法 是只有先有精彩的人才有精彩的作品 有精彩的人才有精彩的作品 那然后我甚至觉得有精彩的人民才有精彩的文化 那其实在那个19世纪 20世纪出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的东方国家 都是受所谓帝国主义者压迫 所以就没有心情去注意到 在那个时候其实 这作为列强的西方人出了很多精彩好玩的人 有的是冒险家 有的可能是传教士 有的可能是科学家 有的可能是文学家 他们都在那时候开始 去试图去探索跟发挥一个 做一个人类 这位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 他们可以去体验 跟把自己提升到什么程度 其实有过很多好玩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感觉 其实真的是一个人 真的精彩这个文明才会精彩 那精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 就不一定了 所以每个人对精彩的定义 就不一样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诠释他 那至于你说 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创作者 是不是一定也要是那个样子呢 我不太敢这样讲 但是的确 我们为什么会花钱去买一个人的书来看 而不会花钱去买自己妹妹的预计来看 就是代表就是说 我们预设了 我们去买的那个读者 他可能在阅历上面 思想上面什么方面 可以多过我 那我可以再得到很多东西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我做过超过五百多次的评审 有时候我去评那个邮寄的时候 有一个人写得非常好 非常优美 但他会写的句子 当我这个飞机降下 起得机场的时候 我就幸会莫名 那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你才去了香港你就觉得幸会莫名 那我怎么相信你 还看过别的世界 当一个人跟我讲说 那家的叉烧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可是你只吃过那家去世界 所以你会去相信的 可是那家的叉烧饭 让我也联想起来 当年我在香港 蹲坐在哪家叉烧饭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而在台南的哪个地方又有哪家 它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阅历的感觉 它才会形成所谓的说服力 说服力其实来自于阅历 知识来自于你对感觉的掌握 跟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的那个讲法 我不能说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可是它相对的是 一个人如果比较好玩 或者比较精彩的话 他在讲些事情的说服力 就会增加了 我又可以偷偷再举个例子 这是我上课的时候 我在文艺上课的时候 我讲第一句话说 实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我先讲这句话 我说但是这句话 如果是我的那些朋友告诉你的 我的朋友除了写诗什么都不会 你们就不一定要相信 像我这个去过南极 又玩过青航机 什么东西都玩过 这么瘫痪到现在 写了这么小 还跟你讲诗诗很好玩 那你们最后要相信 这是我的小麻方式 碍于时间 我们有最后的问题先开放 课还有什么呢 询问的 他是不是你还要回应这么多 刚刚聚了一次 对啊 还在有 还有没有 要留 不然就留给我们年轻的 这个 我想杨哲老师 他在写过《强违学派》 写过到那个 到今天的行事学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 他慢慢在 他的感悟 他随口讲出来的 就是希望我们去 把个人的意义得到扩张 所以可能 未必是 走向人群 会必是肯定有什么动作 其实走向人群 不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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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他说个话 就这样子 我下次见到他 再问他 不知道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我们还要留一点时间 各位如果等一下想要签署 外面还有这个竞技场准备 两位大作 可以给老师们 购买之后来军前老师签署 那各位预告一下 因为由 特别是政府文化局所 主办特别文学记 每个礼拜六十字有办活动 那这个礼拜 都是市的活动 所以各位可以在 明天 明天是谁 明天是新世界 SHE出现 杨嘉贤 然后这个 崔顺华 还有一位是这个 呃 柯 柯哥拉 柯哥拉 SHE三个组 应该蛮特别 跟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态 今天应该也是三位 因为杨泽没出来 半天三个这样 很有意思 欢迎各位的参与 我们希望各位 明天 明天那场会很好玩 对应该非常好玩 那地点呢 在孙英泉纪念馆 不会知道位置吗 在这个重新台座上面 可以稍微看一下 各位手边的文艺手册 欢迎各位参加 也谢谢两位老师 也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我参与 老师 来 拍个照 顺华最近 刚出新出啊 对 柯哥拉也是啊 老师我们就站两边好不好 事态嘛 对 长辈也要想出来 谢谢 老师 你再进来一点 诶 没有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辛苦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像是一品台道文艺 可是 等一下 对 除了那个文艺眼睛 对 文艺眼睛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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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